财经部会首长新任内阁出炉 今晚会主委人选也爆出了大黑马 是由政大商学院副院长彭金龙出现 党内还有业界分析 他近年来非常关注金融创新 也符合赖清德金融创新科技理念 也是单纲重任的原因 而被他指导过的学生更大赞 彭老师的教学方式非常受到大家喜爱 在准行政院长卓榮泰介绍之下 其身向台致意 准经管会主委彭金龙 堪称财经内阁最大黑马 目前是政大商学院的副院长 也是历任经管会主委 守卫没有官职经验的学者来出任 从财政部保险司部长室秘书 带过经管会保险局 在转至政大教书 深跟保险专业领域多年 与他共事多年的同事认为 彭金龙从事务官到政务官 学经历完整 对他即将走马上任 开心给予祝福 共事很久的同事 那我们心上也为他高兴 那心上其实同事都有 参与今晚会的一个政策 那我希望我们都是他的后盾 协助他未来能够拓展他 以后想要做政策的被动 那之前在保险司 在财政部保险司担任 很长一段时间这样 他有很好的一个 树干的历练过程 能够协助业者 或者是让这个产业能够走得更好 政大教授张世杰的研究室 就在彭金龙副院长的隔壁 像说他对学生相当用心 陶礼满天上的彭教授果然非常受到同学们的喜爱 老师上课非常的着重实施 就不是照本宣科的那种 然后收贵其实会很多 对同学收集到的新闻去进行讨论 他是个很好的老师 所以大家都挺开心 除了那个理论之外 你也可以实际的接触到业界的状况 然后他真的很用心 就是他在上课的时候 虽然loading有一点点重 但是他的课是有趣的 重视实施讨论不是照本宣科 打破框架让学生与业界接轨 是同学们对他的普遍评价 其实农家子弟出身的彭金龙 私底下可是乐得享受农家乐趣 与政大前校长郭明正 可都是政大后山开心农场的常客 郭明正表示 与彭金龙共事已久 对于政大校友在社会的杰出表现 感到予有容颜 政界与业界分析 彭金龙近年在金融创新领域颇有研究 符合赖清德的政策理念 是被赋予重任的主要原因 跨足学研 产业 政府单位等经验 也让他对金融市场与时代脉动侵袭 期盼彭金龙新官上任 能够为台湾的金融市场 注入新的活水 记者周田丽 陈玉智 台北测访报道